今天呢我想吃豆角焖面 然后我告诉妈妈妈妈说好 然后她就提前给我尝好了这里的肉 这个肉是我 这蒸汽好大 然后这个肉呢 我说我先用这个姜丝 然后蒜 爆一下锅 然后呢 把肉炒一炒 加上这个五香粉 料酒 然后老抽 还有加了一些这个豆瓣酱 然后翻炒以后呢 我们就会加上水 下面请我们轻轻加上她最爱的料 八角 辣椒和冰糖 然后还要加一些我妈妈的魔法神器 这个呢 是柠檬最外层的那个黄色的皮 一晒干了之后 是这样子的 然后呢 我们做什么有些时候都会加一点特别好 嗯 这个 就把它当当那个陈皮来用啊 每次我就会放一点在锅里 好 我们加上水这样就 最小的火 我一般放一档的火 然后让它慢慢炖 等这个肉炖熟了 炖的比较柔软了 软了味道都进去了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再来加豆角啊 开始焖面 现在这肉已经煲了两个小时了 软软的都快成肉酱了 也没有了 就是很软很香 很香 好 这时候我们可以加豆角了 先把它洗一洗 好 我们用的是这个冷冻的 冷冻的豆角 我们来洗一下 再来煮一下 大煮的 Hybrid 好 然后让它在这里慢慢的炖入味 哇 豆角好了吗 嗯 可以了 现在豆角差不多了 我们就把这个汤弄一点出来 然后待会要浇在面上 所以要把这个汤弄出来 现在我们大概弄这些汤 把这些汤再溜出来 然后浇在面上 这种比较细的面好吃 我们这个叫馅面 我想一点我们要给这些面上浇点汁 我们先浇一半 浇一半 然后它焖的差不多了呢 我们再浇另一半 先让盖上盖子小火焖 好 这个面已经比较软了 我们再把另外一半汤倒进去 浇在 浇在这个面上 让它都有这个汁 大家好 我们面现在做好了 真香 这个有点像干拌面 嗯 但是更加入味 好 我们装盘了 开饭了 哇 真美 这个肉香味全部都焖到这个豆角和这个面里了 小孩儿呢 就特别爱吃这个 我经常就给清清楚 大家感兴趣 也可以在家里做给孩子们 家人们吃 应该在家里面吃 拜托 我记得��분于是 我记得 提搅